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可能你接球的時候 你腳的部分要確定好 你不可能撿到腳 或是一前一後太誇張 投籃的穩定性一定會有受到影響 其實大家都覺得投籃 大家的想法可能是手 但其實腳是相對重要 因為腳是我們第一個接觸地面的地方 也是代表你穩定整個身體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在你接球之前 腳步的穩定 會影響到你上半身出手的最後的動作 如果你腳站得不夠穩 那你可能在起跳之前 就已經身體是歪斜了 那你到最後只靠上半身去投籃 那命中率是會相對的下滑很多 所以其實在接球的時候 的墊步跟發力是非常重要的 好 基本的接球腳步呢 我們會有分成兩類 一種是我們俗稱的一二墊步 跟雙腳同時墊步 那使用的時機呢 其實一二墊步的話 基本上會用在四十五度角 開始以上 有比較多空間的範圍 那雙腳墊步的話 基本上會在底線 因為我們會怕 等到我們要用一二墊步的時候 可能會踩到邊線 導致一個出界的情況發生 那我們就來開始教學吧 好 那首先呢 我們一樣會在投籃之前 呈現微蹲的姿勢 投籃的預備動作 那我們的軸心腳 會站在我們的墊步腳前方 所以當球一來A的時候 順勢的跟上你的第二拍的腳步 做一個出手投籃的動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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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,那接下来我们会讲底线的双脚垫步接球 因为底线我们会在旁边遇到有边线出界的问题 所以通常在底线接球的时候我们会使用双脚垫步的接球 那一样我们会先呈现预备投篮的姿势 等到球过来之后双脚原地起跳之后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 藉由地板的力量让自己身体直上直下做出一个投篮的动作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,脚步的训练就到这边 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